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吃鲜果的圣伯伯 大嘴大嘴,我又发现了个超有趣的模式 瞧把你激动的,是什么模式 就是这个,你的我的僵尸 这是个什么模式啊,看你的我的,僵尸群都是我一个人的 这个模式可有意思了 两边都是使用僵尸来攻击 但是我的僵尸需要阳光来放置 所以我还可以放置两个植物 那就是像日葵和小金果 哼哟,都是使用僵尸吗 那个就有点意思了 我可是僵尸界的扛霸子 在用僵尸这一方面才不会输给你呢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扛霸子不也经常被我打败吗 这次你的结局也是一样的 上次我就开始种植像日葵 还会怕阳光不够用 哈哈哈哈,天助我也 就连天上掉下来的太阳都是大太阳 这下我更加不慌了 大嘴,你输定了 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 就算你有足够的太阳 你确定能够比较我的僵尸军团? 我试试看怎么知道我不行 不管你出什么僵尸 我都放一个比你厉害的 这样就可以百分百解决掉李帕兰的僵尸 我还可以安心的种植像日葵 嘿嘿,三排生日葵已经种植完毕 而且我现在的阳光也非常的充足 完全不用害怕你派来的僵尸 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就拍出我的僵尸大军出动了 你可不要被破防了哟 我才没有你想的那么弱小呢 放马过来吧,大嘴 不过来吧,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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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丑僵尸居然还没爆炸就被吃掉了 这就浪费了我三百多的阳光啊 大嘴 大嘴这进攻也太乱了 现在只能靠橄榄球僵尸去顶了 我的阳光消耗的也太快了吧 几天的阳光一下就要见底了 嘿嘿嘿嘿 这就坚持不住了,小伯伯 乖乖乖接受被我打败的现实吧 不过来吧 不过来吧 不过来吧